那一些沒有升學的 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人 你不關心他 他10年後 20年後 就是那個強姦犯殺人 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鬆錯 然後沒有念到高中 因此就會有一些後續的一些 犯罪的行為 這跟你有沒有念書 其實沒有關係 他不是因為不讀書才變壞 他是因為遇到所成長的環境 周遭的狀況有問題 他才變壞 導致他不能念書 這完全是兩碼的事 讀一堆書的人也一堆壞人 他這一句 什麼你不照顧他 10年後 20年後 他們就是什麼強暴犯 殺人 就很怪 你去看到 譬如說剛剛益川哥 講到修車的例子 摩托車壞了 然後騎去修車行 看到有很少年內在那邊修車 然後你就說我多給你500塊 你10年後不要殺人 你會這樣說 不可能 很離譜 你去公益募款 然後募款的名號就叫做 避免殺人犯慈善募款計畫 叫大家用這個方式 是去捐給弱勢的族群 弱勢族群會買單嗎 社會會接受嗎 所以我覺得柯文的最大在心態 他幫助別人 不是因為覺得同情 也不是覺得對的 他是覺得這個人你不幫他 有一天他來砍我 有一天他來傷害我 所以我不得已去幫他 這就是為什麼他捐款 要不情不情 這種人去當總統 你相信他會幫助弱勢嗎 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柯文哲在成會裡面講說 社宅不用蓋那麼好 這些人不用住這麼好 柯文哲他自己也去說 社宅就故意要貴一點 因為不希望都是窮人住 這個就是柯文哲 沒有升學的 然後他也不是說什麼 因為智障那些人 那些人要特別照顧他 要盯著他看 我沒有說 有時候我們要就是 那個所謂盯著看 不是把他抓在這 你每天看他 就是說你要有人關心他 為什麼為什麼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我們為什麼要關心這些人 你不關心他 他十年後二十年後 就是那個強姦犯殺人犯 對窮人好 對那種社會的弱勢者好 不是施捨 不是憐憫 是保護自己 為什麼 你現在不照顧他 他十年後二十年後 就是那些強姦犯殺人犯 好 剛剛我們已經原因重現了 所以我們再複述說 柯文哲他的說法 我先請教逸川哥 他這樣說 你聽完之後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從他講這個 國中畢業就沒讀書 只有占1% 他們襲賭是別人的99倍 按照統計學的原理 這個去畫回歸可能有關係 就X跟Y可能有相關 可是沒有因果關係 他們可能有關係 可是沒有因果關係 譬如說我跟林常佐 通常像我這種頭髮比較少的 按照統計 都長得比較帥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假設不成立 這個可能畫起來有回歸關係 可是沒有因果關係 所以不可以這樣 撒在亂傳 就是說他去看那些數字看起來 他自己去 自己去導 導自己說可能是這樣 可是這種推理是不對的 很多人國中畢業 沒辦法去念高中 念高職都是有原因的 他可能家人 家人就是父母的關係 隔代教養 單親家庭 家人也因為說 這個孩子也沒什麼要討論 不然這個 去修理機器 去淨產 不然對人家去做陶醉 去做水電 這些都是我們現在 每個人生活上 我們都很需要拜託的人 你騎機器騎到一半 看到機器店 你車禍去 你也是要勤去修理 修理的時候 他跟你說換這個換這個 一半兩半 他說多少你都要給他 然後家裡的水電壞掉 我們不會換 不會換只好Google 說有沒有人可以來幫我換 這些人很多都是因為他 念國中的時候 他可能13月14月15月 這段時間 家庭的因素造成 他沒辦法繼續升學 可是他不是壞人 他也不是 因為這樣他就會去幹壞事 去吸毒 所以我嚴重懷疑 柯文哲的那個統計 是來自於民眾堂的統計 他們家庭的樣本就是母體 就是在那裏裡面剃 這是最可能的 不然他不會這樣說 但是他說這些人我就盯著他 好像就是說國中畢業 明年高中就被標籤化 這群就是沒在讀書 這群人工可能會吃毒 這群人工可能會帶人 這群人工會做壞事 就把他標籤化以後 對他施以特別的這種做法 他剛才他最後自己圓回來說 我是去關心他 我是去關心他 但是他這種把人標籤 採取不同做法 社宅的時候他就弄過一次 上次社宅不是明倫社宅的時候 租金四萬塊 然後他說什麼 他說社宅不是都住窮人 不希望裡面都住窮人 他有這種邏輯 然後上次講到 補助私立大學的學費 他的邏輯很簡單 他說為什麼要補助私立大學 投公立的 大家拼到這樣 都投到公立投到台大 沒有投到台大學 他們投私立也不一樣 他的那個支持者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你考私立 是因為你考不贏我 那我為什麼要補你 好 那個農民也是一樣 甚至講那個什麼農民保險 這個什麼農業保險 也一樣 然後你看他對老人 對老人的那個什麼 敬老重陽軍 對 就先砍掉 他然後叫他捐錢 他每天叫我捐一個月所得 什麼所得的錢 對 他只要講到這些事情 他立刻把人家拆得很開 他的邏輯很簡單就是說 我台大 我飛逃飛 北風飛 我怎麼跟你們這些人不一樣 我為什麼要幫你 好 我幫你只有一個原因 因為我怕你又殺我 他剛剛說的白好文就是這樣 我為什麼要關心那些國中畢業沒得到 因為我怕那些醫療的人 因為他說要保護自己 被壞人 我們是要保護自己 很自私 這種人跟人之間相處的那種關懷 大家這種叫做紀若扶青有沒有 就是說大家能夠支援 然後能夠共享 大家共好 這個國家共好的心情 柯文哲的字典裡面 他覺得他現在做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 他連去幫助這些弱勢者 他的心裡面都想說 我幫你的目的是我怕我沒幫你 以後你會害我 這很可怕 這種人如果要做總統 我覺得很可怕 他以後有可能說 今天說愛台灣 明天出賣台灣 今天說我是中國民國 明天說我是中國 去美國說我支持美國 去中國說我支持中國 他說以與時俱進 與時俱進 沒有中心思想 從左邊跳到右邊 從綠色跳到紅色 這種叫做政客 什麼叫做以時俱進 好 來 因為講到這一個議題 有一些人延伸閱讀 我想說為什麼這個人會中槍 在D card上面 柯文哲吸毒論覺得 瓜吉有殺人吸毒嗎 想說跟瓜吉有什麼關係 我就去查了一下 跟瓜吉有沒有熟 因為瓜吉他是一個很有名的YouTuber 他之前學習的 選上議員 這次他自己沒有要選 瓜吉的學經歷的方面 遇到什麼狀況 他高中被退學 大學念了一兩間 沒有拿到畢業證書 他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網友說 你現在是在講瓜吉也有問題嗎 可是事實上 瓜吉現在這麼成功 他有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在正黑板上面就有講說 怎麼會有柯文哲這樣的人 滿腦子都是一些歧視的言論 一堆國中後出國的 然後在紀錄上可能沒有升血 但是你確定這些人都要列管嗎 說到要做到 就是說你要確定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怎麼會國中畢業 等於叫做你會吸毒 這是柯文哲的腦袋 來 委員 其實你給他想一下 就是他整個人 柯文哲的想法不是都一樣 他之前我們看到天災地變的時候 我們是要去想說 這些需要幫忙的人 我們有錢出錢 有利出利 對不對 各行各業都是一樣 柯文哲是想說 我除非貪污我才要捐錢 我沒有貪污我幹嘛捐錢 我每一次看到 大家在講說這些人需要幫忙的時候 我們在想怎麼幫忙 他在想說該不會要我捐錢 但是你如果跟他講說 你如果不幫他 他下次殺你 他說不定就捐了 所以他叫他這樣說 天災地變 地災 有人過得很慘 如果柯文哲你不捐他 他有一定會殺你 他說不定真的就出來 想手 我還是關好了 如果你沒有要殺我 我才不幫你 你如果以後不會變壞人 不會對我生活造成影響 標準做祖書 就是有夠祖書 而且所以我要講的是 社會上面一般人 我們一個群體裡面 有誰需要幫忙 他是因為失學 弱勢 還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大家要去幫他 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都是很正常 我們其實不用說到市長總統 理長我們就有很多 我們在地裡很多理長 你辦公益的捐錢 然後幫那些弱勢家庭 他如果得到100分 他可以繼續升學 然後大家給他紅包 理長沒說 我告訴你 你如果不支持 帶一些小相幫你理長的公佈 說大家如果不捐他 以後他會殺人 大家記得 沒有 你中東說大家有愛心 他就是覺得如果這些人以後 不幫忙 會對他造成麻煩才要捐 只有他一個人有這個想法 他以為全天下都這樣想 他以為全天下都沒有人想 幫弱勢的人 所以他才會要特別還去 在他的造勢活動 要告訴大家為什麼要幫忙 他沒有想到大部分的人 早就都抱持著愛心 所以要去幫人了 不用有這麼自私的想法 不是因為怕被殺所以幫忙 從理長到地方的民意代表 到很多公益團體 都一樣 都不是因為怕被殺 都是因為這是對的的事 需要幫助的人 我們自己有比較有開來的人 有錢出錢有利出利 這是一個正常的事 我要講 除了呱吉以外唐鳳就是 他國中不只 不只是國中畢業沒有升高中 他國中是輟學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有的人是因為天才 所以他是因為太聰明了 沒有辦法在那個班級裡面融入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正常科學理性的方式 應該是去想說 看來國中畢業沒有升高中 全部列管應該不通 因為我們很簡單就想出來說 有很多各種種類 他都要異酸胸講 他國中了他就要去找一個 他喜歡做的事 這些事政府怎麼讓他有發展 讓他可以達到他自己的夢想 他想要做什麼都可以 沒有一定要一直念書買的 比較不愛拆除 有一些人是因為太天才 他也不需要再念正常的這些學生 有一些可能是家裡真的弱勢家暴 所以說你反而是應該要想說 一定就這個正常的演講是說 大家不要標籤歧視那些 沒有繼續升學的人 我們社會安全網 有很多地方是我們要來努力 我作為台北市長 就是發現不能標籤人 因為這個國中之後 有各種的原因 所以我涵蓋了各種原因之後 我提出一個制度性的改變 社會安全網怎麼樣做得更好 我們真的能夠去幫助到 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從教育 其實我們如果有孩子也知道 其實在學校裡面 如果家庭有一些弱勢 需要幫忙的 其實從輔導老師 從導師 現在教育部都還會介入 從教育 從社會局等等的 他其實就能這樣說 應該這才是正辦 你如果只是列管國中 沒有升高中的 你這就是完全簡化 而且也錯誤的診斷 這就像你生了一個病 這個病裡面真正的原因 是有內出血 結果你看到嘴巴吐血了 你應該要內出血 趕快看去哪裡 他就去踢他牙齒 不對 他把他整個封起來 說這個人要給他封 大家不要看到他撈火 要不然有一天透過 透過你的身體 你自己也要去洗身體 他變成這樣 他沒有去看他到底 裡面發生什麼問題 而他每一次診斷都是這樣 例如說台灣少子話 他說什麼 因為女性不婚不生 他沒有去看到女性 女性第一個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 不用結婚他也可以生 但是他生了以後 有沒有得到社會的幫助 以及整個社會上面 怎麼幫助這個 從托育生育 到未來教育的部分 還有以及在學校裡 在這個工作上面 怎麼去協助他 不是 他就開始推廣說 女性如果不結婚的話 我們就有少子化危機 你都完全軟倒 就診斷錯誤 最後開出來的藥方也錯誤 以後難怪台北市 照你講的全部列管以後 現在有少了 你講的那些犯罪事件 你把數字拿出來看 你從哪一年開始做這件事 以後有變少嗎 一定沒有 因為你藥方就給錯了 你診斷也錯 我們如果要按照委員這樣 因為你這個系數非常的多 把他整個意義診斷錯誤的 都拿出來講 我們這製作什麼 你講不完你知道嗎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我先請教董豪哥 是這樣 因為基本上我們講說 如果是要解決吸毒這個問題的話 或是什麼 我們通常都會是毒品源頭管理 大概的思考會是這樣 沒有 他先把你貼個標籤 因為你學歷很低 所以你有問題 因為學歷低有一些狀況是 可能有不適財適所的 我就是其他方面比較想 想去發揮 也有這一種 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家庭貧困的 結果 我想 我說一做台北市長八年 我們想像一個場景 就是說教育局會來跟他報告說 有人國中畢業 一年有幾百個 沒有 再繼續念 這幾個人是什麼原因 一定有統計 家庭因素什麼什麼因素 這些小朋友現在在哪裡 一定有這種分析 難道這個要分析完之後 教育局跟社會局給他答案說 這些人跑去吸毒 社會局跟教育局給他答案說 這些人現在在哪裡 他們是什麼原因 我們教育局跟社會局 我們做了什麼 跟市長報告說我們做了什麼 現在這些人 根據我們的追蹤 他們怎麼了 一定是這樣 然後我會找社會資源進來 跟市政府的資源一起幫忙 對 就一個市長聽簡報 一定是這個內容 可是你記得 你看他在他的印象裡頭 他沒有講這些 他應該是說 我在台北市長八年任內 我看到這個狀況 我們在台北市採取了什麼方法 讓這些小朋友現在怎樣怎樣 譬如說他有的去修理電腦 你現在下廁關電腦 就是我們有的給互導 你應該講這個很正面的事情 可是他不是 所以他到底腦筋 我覺得是一個因為 他沒有發現要幫助別人 這不用理由 大家已經都有這個共識 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弱勢的人或失學的人 需要幫助我們 你跟社會講沒有人會說 為什麼要幫他們 我才不要幫他們 沒有 社會現在幫助人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只能 你只要去講 就差不多要去傳這麼說 你只要去講說 現在怎麼樣還幫得不夠 我在台北市獨創了一個 怎麼樣可以更幫到 他們的方法 只有他本身懷疑要不要幫人 他才要解釋 因為沒人懷疑 要幫助那些人 一定是他自己本身懷疑 說我為什麼要幫他們 我就是勝利組合 我就看他們買去 我想要幫他幫忙 結果看到下面給他各種分析看 10年 他是10年 說不定來殺我 好吧 不甘不願 就跟他要捐薪水一樣 不甘不願 社會局來討論一下 我告訴你 就是整個市府裡面 只有他一個人覺得不用幫忙 但是他看到一個 他自認為驚悚的數字 他才覺得 好啦 我們也還是要幫他們一下 就跟他要捐錢給天災地變的人一樣 然後他以為是天大的發現 他以為大家都跟他一樣 都覺得不用幫弱勢的人 所以他就特別拿出來解釋給大家聽說 你們不要以為不要幫他們 以後他們會來害你 其實他沒有發現沒有人跟他一樣 只有他一個人看不人家 因為學歷跟成就不一定是有正相關 那個因果關係不一定有 就像剛宜串哥講說 頭髮的多寡寬長相也不見得有關 來 我先請教朗東 因為我們剛剛有舉一些例子 比方唐鳳的例子 比方像瓜吉他不是說國中畢業 可是他在求學上 他也不一定要大學文憑 人家也是有闖出一片天 那朗東的部分 你有找出其他的這些個案嗎 對 統計上的相關 不等於有因果關係 這是最基本的科學常識 大家都知道 就柯文哲他不知道 講一個連續殺人魔的例子 因為荷蘭有個統計學博士 去研究連續殺人魔 調查300多位 發現他們的星座都在雙子座 處女座 射手座跟雙魚座 正常人看到這個新聞 沒有水平 就是沒有水平 就是個娛樂新聞 看過去就算了 科文哲看完就很認真 王毅川雙魚座的 這個是連續殺人魔 高風險族群 獵管 獵管 楊寶貞還有那個什麼 陳志安 射手座的 也是高風險 為什麼把我跟他們兩個 站在一起 你們都是殺手 都不去玩殺手 都不去要獵管 還過於雙子座的 也要獵管 就很怪 他要這種統計就知道 背後有沒有因果關係 你要先調查清楚 這第一點 第二個 他說有些人他可能就是 鬆錯 然後沒有念到高中 因此就會有一些後續的一些 犯罪的行為 這跟你有沒有念書 其實沒有關係 他不是因為不讀書才變壞 他是因為遇到所成長的環境 周遭的狀況有問題 他才變壞 導致他不能念書 這完全是兩碼的事 讀一堆書的人也一堆壞人 鄭杰還是在捷運上面砍人 他也是在念大學 所以他講這個事情是完全 是完全不科學的一件事情 第三個剛剛常作委員講到說 柯文哲他還有方法 結果他舉例的部分 他說台灣平負差距很嚴重 他要舉大安區 這個裡面 台大有7%的學生來自於大安區 他還講說會有階級複製 等等這個問題 你講的是台北的案例 你要舉的例子 不是應該說你在台北如何實現 避免平負差距嗎 結果他舉個台北的案例 好 那解決方法我們都很期待對不對 他整個演講裡面也有講到 他說解決貧富差距的方法 就是讓學生自由免費的使用網路 不好意思 現在前瞻基礎建設 早就有校園智慧網路 WiFi 平板教育等等 早就已經落實了 而且他這個對陣下校也非常的有問題 因為我是真的有去過偏向地區去了解 那邊學生的一個狀況 你以為他們都沒有手機嗎 沒有 每個都智慧型手機 都在玩手遊 都在上抖音 他們缺的不是免費的網路 他們缺的是有人教他 怎麼用網路去找到 都要成長有幫助的資訊 這個才是重點 結果課程完全搞不懂 他就覺得說 反正學生你網路就免費了 上課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滑手機這樣子 貧富差距就會減少了 你相信嗎 最後我必須要去講 他這一句 什麼你不照顧他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他們就是什麼強暴犯 殺人犯 這個人要比較強殺犯 殺人犯 就很怪 你去看到 譬如說剛剛益川哥 講到修車的例子 摩托車壞了 然後騎去修車行 看到有很少年內在那邊修車 然後你就說 我多給你五百塊 你十年後不要殺人 你會這樣說 不可能 很離譜 你去公益募款 然後募款的名號就叫做 避免殺人犯慈善募款計劃 叫大家用這個方式去捐給弱勢的族群 弱勢族群會買單嗎 社會會接受嗎 所以我覺得客人最大的心態 他幫助別人 不是因為覺得同情 也不是覺得對的 他是覺得這個人你不幫他 有一天他來砍我 有一天他來傷害我 所以我不得已去幫他 這就是為什麼他捐款 要不情不願 就說為什麼這個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 我手掌要去捐 他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慈悲心 沒有同理心的人 這種人去當總統 你相信他會幫助弱勢嗎 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好名義他去訪問林周明 林周明就直接說 柯文哲在成會裡面講說 社宅不用蓋那麼好 這些人不用住這麼好 柯文哲他自己也去說 社宅就故意要貴一點 因為不希望都是窮人住 這個就是柯文哲 他等於就是台灣的希特勒 完全是一個精英主義者 你沒有從考上台大醫科就看不起你 你考不上公立大學 你自己無能 你變成窮人 你就好好的就贏我們這個補助 以後不要殺人 這個就是柯文哲的心裡話 那個心態偏差非常嚴重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可是現在其實各方面的發展 是非常的多元 苦林大哥 我要請教一下 他那個偏差的思想裡面 包括他在書裡面曾經寫過 我們台灣第一流的人才讀醫學院 二流的讀工學院 三流的商學院 讀法跟農的是四跟五 文學院差不多第六流 我有第六 謝謝 第六流 藝術 不入流 我比他 他是藝術化的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思考 沒有 剛剛那個 常左講得很慷慨激昂 我就很替常左擔心 我怕他今天回去之後又很失落 因為他每次出拳打柯文哲 你在打某某某某打 後來你就覺得說在打空氣 所以我現在已經學會 對付柯文哲的方式 就是你不要把他當作人 就是你不要把他當作人 我認真講 因為柯文哲自己講過 他說全台灣只有柯文哲 你這樣講太重了 不要當正常人好不好 不是 我現在就講 他說他全台灣只有一個正常人 就是